在這個時候我也要特別的 特別的來邀請校友們 再一次呢 用最熱的掌聲來歡迎校長一行 因為他們確實是專程 為了北加州來到西府 昨天才到 然後今天晚上校長就要再飛走 我們為他們借片心意 除了校長陳校長 另外還有校友中心執行長劉寧 還有財務長跳梅珍 我們再次用最熱的掌聲謝謝他們的誠意 好嗎 謝謝大家敬意 而且校長非常誠意 我們今天28桌 他每一桌都跟大家照相 剛才聽校長講他在台北的別的地方守候 還有250桌 250桌他一桌一桌的照相 真的是令人很感動 而且最主要的是台大的校長這個位置 是社會眾方矚目的難道不是嗎 在前兩次的前面的管校長來的時候 很多校友在我們當中 所以台大的校長是眾方矚目 所以我覺得有勇氣 能夠來願意擔任台大校長 我們為陳校長的勇氣 我們給他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還有我發現 其實陳校長非常的特別 因為呢 他不但是會長 你知道他有最豐富的行政經驗 他有18年的行政經驗 包括6年的高分子 他當然本身是1985年化工系畢業 美國的Roychester的PhD 他做過18年的行政管理 其中6年是在高分子研究所 6年是工學院的副院長 另外6年是工學院的院長 在他任內非常踏實地做了許多的建設 而且校長本身 也是出生於非常拮据的家境 是我們一個向上 努力的一個最好的榜樣 謝謝校長 謝謝校長 所以等一下我會訪問他幾個問題 我先從一個暖身問題開始 校長有問說 問我來問什麼問題 我來講說 跟他講就沒有意思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想他一定有小朋友問這個問題 請問一下校長 在上台大的時候 一共有拿幾門課 他有翹過課 我應該跟各位講齁 我不只只有翹過課 我還被當過三門課 你還記得是哪三門嗎 當然記得 我第一學期被當掉的是國務思想齁 事實上是寫報告也沒有考試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認為我報告寫得不好 所以補考的時候又重新寫了一封報告 像我 交上去的報告 補考的報告上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張柱不太一樣 格子不太一樣 他就認為我原來寫得不好 那我第二學期被當掉的時候 是工程圖學 那 那後來我還重修了 大師還重修 我第三學期被當掉的是有機化學 所以我想給大家很大的安心喔 就是你當掉三門課還可以做教堂 我看 我就是因為前三學期念書念的不太好 所以我從第四學期就看到 我們有一些同學 他開始在準備出國留學 我就覺得說我也想到出國留學 所以從第四個學期 我就比較努力一點 那畢業成績也還可以 也不像我們的思想進資同學 他畢業是我們 那一班的第二名 我比他差一點 可是還可以 我發現台大校長都有一個特別的傳統 原來陳校長盪過三門課 包括他的本門的有機化學 那前任校長呢 是以打彈子出名的 其實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我在台大大士的時候 我也被當過一門課 那門課叫奇遇課 真的 所以就是他奇遇鼠修 所以很感恩啊 就是被當掉課 肯定不會影響人設的潛途對不對 應該是不會吧 那個言非正傳 我想校長剛才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分享 你可不可以簡單的齁 把你在今天開始的任內 這一任四年 還有下一任四年齁 這個 你覺得最重要 當然我剛剛聽到你講到說 你要爭取經費啊對不對 你覺得你最重要的有沒有哪三個重點 讓校園人可以知道 校園的重點 我想那個經費喔 是一定要有可以來做事 可是經費並不是 它只是一個用來做的工具 並不是最後的目的 我想台灣最重要的是人才 學生是我們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第一個我們要非常重要的是 要培養領袖人才 尤其是具有這些自主學習能力啊 國際觀 國際視野 執行力 創造力 這些的領袖人才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要做的 第二個要做的我覺得 我們老師做的研究喔 不管是做基礎 或者是做這個應用研究 一定要有一個社會跟世界應配 所以我去做這些國際連結 或者是老師根本重點的項目 事實上就是要讓我們的老師的研究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變成一個 具有這種世界上的impact的研究 這是我第二個要做的事情 第三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想要 比較要ambasside的就是說 我覺得台大是台灣的龍頭大學 所以台大對整個台灣社會 或是亞洲區 整個的高教的規劃 還有執行 事實上是要理領的 那我們過去幾年 這個角色是有點上之調 所以我覺得第三個我想要做的就是 讓台大怎麼樣重新回到 國內的一個高教 賀亞洲高教的一個理領的角色 這三個事情是我每一久要做的 其他這些軟硬體的建設 事實上就是為了要做開那三個項目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我們謝謝校長分享 他希望能夠重點在培養領袖人才 以及研究教育 還有恢復台大在國內的一個高教的領袖地位 我們謝謝校長 也祝福他在這些重要的重點上 這樣子來幫助 所以現在下面請問一下校長 你剛才也有提到說 讓台大的排名能夠在前面50名 那我知道校長發時間在國際人才學生 包括你這次要去令諾大學 那不管你是3加1 2加2還有暑假 能不能夠讓大家多知道更多點 而且實際上你講到我們北加州西谷的話 這兩所頂尖的大學 Stanford大學跟Ferkeley大學 我看到上面有所UCLA 那我知道你也開始研究 可不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這方面更多的想法 因為這個非常的重要 是我想那個校友一定很關心說 台大的這個國際的聲望跟排名 要怎麼能夠再進步 所以我剛 我想再強調一下重點 我覺得台大要排名到前面 一定要有幾個領域 還有幾個大師 是國際上一聽到我們 就可以聽到他的 所以我剛才會講說 我會去弄亞洲高等研究院 去做這種recruiting 諾貝爾級世界上知名 世界級的這個學者到台大來 事實上就是這個意義 另外一方面的話 培養學生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剛跟各位在強調說 事實上我們的學生 我覺得我想我 我以前問過學生幾個問題 我問學生說 你到台大來 你台大念完你想要做什麼 大部分的學生回答都是 他想要到業界去工作 找一份工作 然後很多當然就是到 我們牧國神山那邊去工作 那如果我問他說 那你國中考高中的時候 你想考哪些學校 問問台北市了 他回答就說 那建宗當然要搞建宗跟北域 沒有什麼老懷疑的 然後我跟他說 你高中 考大你幹嘛 他說考台大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台大畢業你想要做什麼 難道你沒有夢想嗎 通常答案都是答案出來 或者是說他要去業界工作 那他說 那你不會想要去Stanger 跟Burkery 跟人家那些世界上領域的學生 跟他一教程 好嗎 你不會想要到 我想想看 他國中高中 他都有他的夢想要考到最好的學校 為什麼他上了大學 就變得沒有辦法 所以我想 我想藉由這個機會 到這些重點的學校 增加他的視野 我相信我們能夠 重新攬起台大學生的世界觀 而且攬起台大學生 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所以我才要去做這個事情 事實上是有這個用力的 謝謝校長再次提醒 重要的新聞 怎麼樣激發台大的年輕學生 有這樣的一個格局 跟領袖的眼光 那在今天呢 其實在灣區這兩所名校 我們也有 我們的校友 包括伯克萊的知名教授 胡正銘教授 在這邊院士 還有伯克萊跟Stanford的兩名選全生 我想我們希望能夠 有更多的機會 幫助母校 包括跟Stanford Science Tech 能夠做一個連結 好 我們現在最後 有一位校友 還有問一個問題 那個 那個 還在嗎 你要問問問題嗎 請報一下你的 你是難一點哪一戲 然後希望你的問題 不要再進報 好 一九八六 你聽得到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 非常非常感謝你今天來這邊 能夠分享一個很大的願景 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個人認為說 要發揮這個影響力 應該先從解決在地的問題著手 但是是以宇宙的精神 來解決在地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問校長 就是具體來說 您覺得在未來十年 台大可以替台灣這個社會 解決哪幾下具體的在地問題 但是是以這種宇宙精神來奉獻 謝謝 謝謝這位楊同學 他的問題很有意義 他說 貢獻大學與宇宙的精神 所以在未來十年 校長希望 台大可以幫助 台灣這個社會國家 解決哪些重要的問題 那好像是一個論文的問題 我想那個 第一個問題 我自己是認為 台大培養目前未來人才 的一個模式 事實上是可以讓台灣的 其他的高教體系來做參考 因為未來的人才 事實上不是像傳統這樣子 只是有某一個科系進來 然後他就畢業了 事實上是比較需要跨域知識 比較需要有這些視點 所以未來為什麼 我們會推未來大學 會推一些理育專長模組 跨域的學習 校園的學識 事實上這個是台灣未來 培養未來人才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現在教育部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教育部特別委託台大 從今年開始來推未來大學 那將來從明年開始 就會所有台灣的高教 就會有未來大學 這個系統來做 這個是我們可以 利於高教來做的事情 第二個我覺得 台灣的高教 說老實話 是有點亂 就是從入學的管道 到後面來學習 我想這個是 台大也必須要善盡社會責任 來規定政府來 去規劃一個培養人才 從入學就學 實習就業好的模式 再來說我們的研究 必須要能夠解決 台灣社會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 我想很重要 除了我們熟知的 這些高科技 IP產業之外 我覺得台大在有序 社會責任方面 也可以作為台灣社會的一個典範 所以我想從這幾個角度 從學生的學習 未來人才的培養 跟研究方面 這個是我們台灣 台大可以做的事 那剛剛也提過 事實上 台大要從此 對台灣高教 的一個 利於領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想 這個方面 也是台大 將來可以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謝謝校長 我們再次謝謝校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